第一,故乡相同,李洪章出生于安徽省卢州府合肥县墨电乡 五朝建立后,合肥县墨电乡变作安徽省的合肥市摇海区 李克强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第二,属相相同 李洪章1823年正月初五出生属羊 李克强1955年7月1日出生属羊 第三,排行相同,李洪章有个称号叫做李二先生 李克强勉强也算次子 官方叙述里李克强是长子 其实李是李分三第二次婚姻的长子 其父在第一次婚姻中含有个孩子 第四,姓氏称号相同,两位都是朝廷俊臣 无论是大学士,北洋大臣还是国务院总理 按照古代未及人臣的名号 民间称二位为李相国或者李尊堂 第五,地位相似,不是那么厉害也不是那么菜 但都是时代转折的标志人物 李洪章,嗜好文忠而非文振 因为他的前面有曾国藩 李克强前面有朱仁基,号称经济沙皇 李洪章后边有袁世凯,结束清朝的继任者 从历史长期规律来看 李克强的继任者大概率是改变中国的人 我们静观其变